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又開始今晚的釋經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建立人的靈命 怎樣建立人的靈命 而我們仍然在這個主題講到 我們幫助人 首先幫助自己 幫助自己是活在神的愛之中 因為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不是 好像在一個重擔之下 好像是被神體重的 其實神很體重我們的 我們還在第五個大點就是 幫助人明白神對我們的大愛和大恩 我們之前有看過 詩篇139篇13節 就是 神創造我們奇妙可惠 然後詩篇139篇16節就是 講到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一日已經寫在神的賊償 還有就是 羅馬書5章7至8節 就講到 耶穌基督救贖我們的恩典 當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然後路加呼音15章7節 就講到神接立和喜悅任何悔改的罪人 然後 以賽亞書49章15節就是 講到 神時時都想念我們 而我們今次就是講到 神因我們而喜樂 對我們有很深的感情 那經文就是西班牙書3章17節 耶穌說 就是講到神是 因為我們而很開心 祂不單止是救我們 不單止祂是我們的神 是我們的主宰 祂是因為我們很開心 那這件事是 很多人是沒有這個觀念的 就是他覺得 神是很遙遠 神是 不知道去了哪裡 祂喜歡才幫我們 祂不喜歡又不會理我們 就是很多人不會有這個觀念 但是在這個經文就講到 祂因我們 歡欣喜樂 我們的神是施行拯救 滿有能力的神來的 祂因我們 歡欣喜樂 好開心 默而愛我們 那這個 翻譯呢 其實有不同聖經翻譯它的意思 有經文翻譯 就是英文翻譯 He'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就是祂用祂的愛 叫我們平靜 或者是 中文的翻譯 都是一個可能的翻譯 就是默而愛我們 那無論怎樣也好 就是說 神是 祂默默地愛我們 或者祂用祂的愛 叫我們安靜 叫我們靜默在祂裡面 能夠安舒 叫我們很安舒 很平安 就是神呢 神呢 時時都 掛著我們 想著我們 愛我們 祂呢 因我們很開心 很開心 祂呢 又默默地愛我們 祂又用祂的愛呢 叫我們能夠平穩安靜 然後呢 祂因我們喜樂 而歡呼 就是開心到呢 會歡呼出來 就是我們很難想像神歡呼 就是我們覺得神呢 是很嚴肅 有些人會覺得神很嚴肅 但是這個經文呢 是會打破這個看法 就是說呢 神呢 祂有祂尊嚴的一面 但是祂也都是有祂喜樂 開心的一面 而祂因為我們是非常之開心的 祂因為我們呢 祂會歡欣喜樂 很開心很開心 這就是神對我們的愛是很有感情的 不是單純一種很客觀的愛 是很有感情的愛的 那麼我們去思想一件事,我想大家去想一下 在這裡我們看到神有什麼屬性和恩典 就是祂有什麼本質和有什麼恩典 大家可不可以去試一下回答 在這裡我們看到神有什麼本性和恩典 本性就是祂的本質,祂的屬性 恩典就是祂為我們所做的 大家有看到什麼祂的本性、屬性和祂的恩典 有沒有人想回答? 屬性應該是祂是很有愛的一個神 很有愛的 很有愛和祂是很喜樂的神 喜樂的神 祂的恩典就是祂去愛我們 祂為我們 就是給愛我們令到我們開心的 祂是開心的 祂這個愛也是無條件的 無論我們怎麼樣好與不好 祂都是無條件的愛 還有這個愛是永恆不變的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答得很好 就是你把神的屬性和祂的恩典分得很清 就是屬性就是祂的本質 祂本身是慈愛和開心的 祂是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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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那闊地去再想,就是你所说的已经是很倒堤的,已经是很倒堤的 但是我又想大家再去思想一下,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神的什么属性 再看到更多的属性和恩典呢?还有没有什么呢? 从这个经文去看,从这个经文显示出神的有什么属性 我去讲一下,因为这里是讲到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祂因为我们,即是说祂很体重,这个就由我经文去分辨 不只是普遍,神是爱,和神是喜乐 我们看这个就是祂因为我们而开心 祂在你中间因为你欢恩喜乐,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即是说祂很体重我们,我们也是祂喜乐的来源 那当然是指当我们亲近祂,爱祂,遵从祂的时候 我们是成为祂喜乐的来源 祂会因为我们而很开心 那这件事可以给大家有什么对于神的心态 就是刚刚我所讲的这一点 祂会因为我们而很开心 那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心态 令到我们产生一些什么的心态出来 有没有人想回答 可以有什么回应 就是当我们知道神是因为我们而开心 我们可以令祂开心 那可以令到我们有什么对神的认识 即是好像神是和我站在同一阵线 是的,他站在同一阵线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意思站在同一阵线 那和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 即是我得意的时候,他都觉得得意 我喜乐的时候,他都觉得喜乐 是的,即是说呢 当我们喜乐,因祂而喜乐 当我们感恩,我们开心 我们遵从祂 祂都会因为我们而开心 那即是说 我们可以带给神更多的喜乐 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件事 我们可以带给神开心 当然神有完美的开心 神有完全的开心 他本身,他的本质已经是开心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带给神开心 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的 即是对于神和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看法可以 所以我们需要忠心去跟随 OK,这个是我们要 凡是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字眼 当我们一说我们要,就是我们要遵从 这个是对的 是对的 不过 当我们说到我们可以令到神开心 这样的时候 那我就希望大家呢 就不是用一个我们要 我们要呢,就是有点像 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 这样呢,是可以是一种 可以是一种压力来的 但是有一种另一种方法去说 我们怎样做法,神会开心 有没有人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 我用一个例子 譬如 有个父母是很疼他的子女 那他的子女呢 又很知道他爸爸妈妈很疼他 而且他爸爸妈妈会因为他而很开心的 那 有两种可能的心态 譬如有个人跟他的子女说 你要听话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可以这样跟他说 但有另一个人可以说 哇,原来你做什么 对的 你爸爸妈妈都很喜欢 所以你任何时间 你关心他,你爱他,你帮助他 你做他吩咐的事 他都很开心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两种说话的方式有什么分别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第一种方式 你要听话 你要听话 你的爸爸妈妈会喜欢的 这一种一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就是说 你一听你爸爸妈妈 你关心他,他就很开心的了 大家有没有听出这两种说话的方式有什么分别 一种以人为中心 一种以神为中心 OK 好 我先说 那个是用人和父母的关系来比喻 是没有说到神的 我只是说到人和父母而已 你留意一下我这里说这两种说话 说到关于他怎么听父母说话的分别 一个就是说你要这样听话 你父母就会欢喜 另一个就是说你要这样听你父母话 你的父母就会欢喜 另一个就是说你一做你父母喜欢的东西 他就很开心的了 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分别 一种是指示性的 另一种是本来引导性的 是 OK 是 一种就是 你可不可以解释 就是将它解释出来 就是为什么这种是指示性 为什么另一种是不同 你试试解释出来 这两种分别 第一种就是说 你要这样这样 然后父母就怎么怎么怎么 即是比较短视的好问 第二种就是 引导他去向某一个正面的想法 比如说如果你这样做 那你父母就会觉得很开心 嗯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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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得对的 那我将它再去解释清楚 那两种的分别 首先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希望你们呢 就能够将它全面性解释 让人很清楚明白 当人在一个 好像 律法之下 他要做什么 就要做什么 他就 永远都是跟他说 你要乖你要听话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 有父母和子女 那那父母 整天都跟子女说 那你要读书 你要听话 我叫你做什么 那一种的关系 第二种关系呢 那爸爸妈妈跟子女说 我真的很疼你 你一听的话我就很开心的了 那第一种呢 是 以那个吩咐为主 是律法先 你要做什么 第二个呢 就是以恩典先 就是说 父母是已经很喜欢你的了 当你一听话呢 你父母一定会很开心 和他一定会 各方面更加对你好的 各方面呢 又奖赏你的 对你更加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用恩典推动他 一个是你要做什么 一个呢 就是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很欢喜了 这个我刚才说到 就是用恩典推动了 那所以呢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 在这个茶经群组的人呢 当我们明白了 这个道理之后呢 以后呢 我们就 我们说 我们要做什么 是没错的 不过我们主要是怎么样呢 表达的方式就是 当我们一爱神呢 神就很喜欢的了 他就为我们预备 我们想都没想过的恩典 当我们一遵从他呢 他就知道我们是忠心的仆人 他就会呢 给我们机会 发挥我们生命 他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了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去说 譬如 叫人祈祷啦 有些人就说 你记得要祈祷啦 你每天都祈祷 你祈祷呢 神来听你祈祷的了 你记得每天 你抽时间 读圣经祈祷 要尊重神 一种的教导方式 另一种的教导方式 就是说 就像耶稣说的 你未求以先 天父已经听到的了 神已经在你生命中 很想定义去祝福你的了 当你一先求祂的国 和祂的义 这些一切就会加给你 因为祂一早已经知道了你的需要 你发觉耶稣说的 是用恩典推动的 耶稣也说 你有信心 像一粒戒在种 你能够移山 就是说 神能够移山 当你一有这个信心 神就会使用你的信心 来祝福 做伟大的事 就能够移山了 这两种心态做基督徒 是有很大分别的 大家可不可以讲出 这两种心态做基督徒的分别 我想律法那种 好像带着惩罚 你这样我就疼你 如果不是就不疼你 那就好像有些害怕 有些恐惧在背后 但是你后来说过 我其实很疼你 你做 喜欢的事 父母就更加开心了 那这个呢 我觉得 就没有那么害怕的 因为他一早就说过 我已经是疼你 如果你本身已经是疼我 就是 之后如果我再乖些 或者怎么样 那就更加好了 这样 不是说你不疼我 都是疼我 那这个感觉呢 是出自爱 我觉得 这个根源是来自爱 用爱去吸引我 更加听你说 更加去做你想我做的事 那因为我爱你嘛 你也是基于爱我 这样 是的 没错了 你说得出个分别 一个呢 应该说是 要做 是可以有惩罚的意思 也可以是一种责任 你信尼耶稣 你就要做什么 你要祈祷 你要看圣经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这个呢 就好像 你有这些责任的 你记得做这么多事 这个都是对的 这个不是错的 不过 如果没有恩典去推动 的时候 信尼耶稣呢 就会时时都活在一种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的心态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神很疼我 他本身已经很爱我了 当我遵从他的时候 神一定大大的祝福 首先呢 姐妹你讲到 就是说 好像更多的恩典 那就是说 当我们听话的时候 我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讲一下 怎样 根据圣经讲是什么呢 神本身想施恩的 他已经为我们有奇妙的计划 已经预备好一个奇妙计划 当我们一遵从他 他就分 他就会帮我们进入这个计划 他的祝福就会陷在 就是说 他想祝福我们 那些祝福 是当我们信靠他 亲近他 遵从他的时候 那些祝福 他已经计划了的祝福 就会陷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 就会拦阻神的祝福 所以说 当我们听神话的时候 神所应许的福气 就会陷在我们身上 就是神应许的 神想我们得到的 就会陷在我们身上 OK 当一个人在这两种心态 大家可不可以形容 这两种基督徒的分别 大家 比如你 有没有发现自己 在哪一种心态之下生活 你有多少是因典推动 有多少是律法推动 那我想说 我们不是没有律法推动的 就是我们应该有律法的提醒 不过呢 这个不是主要的动力 律法提醒就是说 我要遵从 我不可以不遵从 我不遵从呢 圣经是有讲到的 不遵从神历会 本教会惩罚的 圣经是有这样说的 不过问题就是 我们有多少是这样的动力 譬如我自己 我形容我自己 就是我不是每天说 我又要做了 我要做 我今天要 我今天要 带领茶经 我要带他们 我要帮他们 我不帮呢 我就不是中心的仆人 就是一种的想法 另一种想法就是 我呢 是 很乐意去帮他们 当我帮他们的时候 神又喜悦 神又祝福我 又祝福参加的人 我就会知道神 老祖有个计划 去祝福我 也都透过我祝福别人 我很乐意去这样做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自己得福别人也 也得福 这个就是我的心态 但是呢 我一样有律法的提醒 我有个计划 就是说 如果我不遵从神 是可以有 后果的 是 我生命发挥不了 譬如我犯罪 或者被人影响 我可以呢 可以受影响 我生命发挥不了的 那 这样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入到神 最高的计划 如果我肯 甘心乐意去 去遵从神呢 我就入到神的计划 神的祝福 就会更大的 就是我是有这个提醒的 不过这个不是我主要的动力 我主要动力 是因为我知道神很爱我 我随时为神 做什么神都很欢喜 而今天的经文呢 是说 神恩我们欢恩喜乐 默然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 而欢呼 就是呢 当然这个是指到 从全本圣经 这个意思呢 第一可以说 是当一个人是信耶稣的 属于耶稣的 神会因我们开心 而另一方面呢 圣经是有讲到 如果一个人是爱神的 以神为乐的 遵从神的 神是很欢喜的 因为他而 欢喜他的 他是讨神喜悦的 圣经很多次说到 讨神喜悦的 他是讨神喜悦的 神是喜悦的 OK 好 那我说出这两种心态 我想大家去反思 还有想想一下自己 我有多少是 好像我觉得要做多少 还有好像觉得 好像做都不够好 神是否喜欢我做的事呢 我怎样才可以做得更好呢 这种心态 或者是一种 就是说 我呢 每天都可以 活在神的喜乐之中 神因为我而很开心 神很欢喜 我去跟从他 我听说他就很欢喜的了 所以我每天都很欢喜 这种心态 好像很简单 我也曾经说过好几次 不过 人的本性 是很难进入这种心态 因为人的本性 是很律法性的 就是因为从小到大 都是乖听话 才会 爸爸妈妈 和周围的人 才会喜欢 才会疼 所以呢 我们不自觉地 对自己是有一些要求 就 对自己的要求 没有问题 自己要求在律法之下 我一定要做 我一定做 不做呢 神就不喜欢了 那这种的要求呢 是有一种压力感的 但另一种要求就是 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神是很欢喜 神是会喜悦 神是会赏赐的 神会因我而开心到 在天上开心 欢呼 甚至你可以想 他在那跳舞 在那欢呼 因为我而开心的 大家可以回应一下 这种心态 你觉得 就是你 会不会是活在这种心态 还是觉得很难呢 大家可以回应一下 我一直都是在做 就是自小 就是我妈妈 一直追求完美的 但是 但是 就是我 就是活着 我要做什么 就是变成 很多社会 是给了压力自己的 但是 到了最近 牧师真的要多谢你的 因为我认识了你很短的时间 但是 因为由你的说话里面 因为我一直是追求 因为一直 我是追求 一直问 什么叫声名充满 什么叫声名充满 我在周围去问牧师真的 可以说 没有人解答到我的 但是 直到现在 我是在你那个研究 新教 在你很多的身上 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也都有经历 包括我最近都有冲击 包括昨天都是不开心 但是 在那些不开心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很快就可以回复 因为我发觉 我是不完美的 神爱我 是没有条件的 直到你 这个其实就是 你那个 一开始之间 你那个转变来的 就是你自己是否真的 能领略到 神那个爱 那个恩典 它是没有条件的 但是那个无条件里面 它又要你去守律法 其实很多人 OK 好 听清了 你刚刚一说 你要去守律法 这句说话 讲的方法 你可以怎样 讲法将它改变呢 就是 那些是 那些律法 其实是 提醒我们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 那些律法 就不是很硬性的 因为 就是 人 很多时候 就被 那个 爸爸妈妈 就是这个世界 你要这样这样 就是 但是 不明白 其实在神的 恩典 世界里面 那些是完全是自由的 包括你都可以有犯罪的自由 千奇不要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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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有犯罪的自由 我们没有自由的犯罪 但是 很多时候 我们做错 很多时候 会是去 哎呀 神啊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那个不关神的事 是我们的老 那个罪性 去驱使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就像阿当那样 哎 你咯 为什么你做个女人 给我啊 他责的 就是把那个责任 是推向神 甚至是冤 就是去 赖人的 这个就是人的罪性 来的 我说完了 OK 好 那 我想回应回 我不是说 我们不需要遵从 其实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不需要遵从 而是遵从的心态 现在我说的是心态 那心态呢 一个就是 我要做 我要做 另一个心态就是 当我 你发觉我不用 我要字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喜悦了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喜悦了 我很乐意去做 我很欢喜去做 因为神会欢喜 我所做的事 是会 带给神有更大的喜乐 我是很乐意去做 而我知道任何罪都有破坏性 所以我会 处理任何罪的性情 任何罪的意念 我都知道有破坏性 我会处理 但是我处理得来 不是好像 就是 在这个压力之下 我一定要处理 我一定要处理 也就是说 我知道 在这里 我不遵从神 会带给我生命 有破口 被魔鬼偷窃杀害毁坏 拿走神给我的封性生命 神已经本身想给封性生命 但是哪些人可以有封性生命呢 就是没有被魔鬼偷窃杀害毁坏的那些 就是没有被魔鬼留地步 而是去亲近神 那些人遵从神 他就会得到神的封性生命 所以呢 我绝对不是说 我在恩典里面 所以我就有自由 可以做多少都可以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会鼓励每一个人 都尽量去完全遵从神 但是完全遵从神的时候 不是一种压力 但是我今天要怎么样 我要处理我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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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用到那些要字 就会给人有一种的感觉 就是我在压力之下 要做一样东西 但是我们就会说 我知道罪会带给我破坏性 我知道我犯罪 魔鬼会偷窃杀害毁坏 所以我选择不给罪影响 我想活在神的爱中 因为神很想祝福我 当我听他说爱他 他是会很欢喜的 所以你发觉我用 当我爱神 神会祝福我 还有我想去亲近神 我想去遵从神 还有我要 就是我们的心态 都不是说我要全福音 就是那个心态应该说 当我这样做 神就会很欢喜 我就很想去遵从神了 我是乐意去做 欢喜去做 虽然同时我有律法的提醒 但是我不是好像 就是在这种压力之下的提醒 而是呢 我应该这样说 如果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是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因典推动 但是我们有一个百分之一 提醒我们 当我们不听话的时候 是会带来破坏性的 所以我不想有任何地方不听话 大家拿不拿到我这种说话 还有呢 是圣经 从圣经那里拿出来的 比如圣经 耶稣教我们 不要担心 他是用天父 一早知道了我们的需要 还有天父会照顾麻雀 和百合花 所以他都会照顾我们 我们先求神的国同 这些就会加给我们了 所以耶稣是用恩典推动我们的 你有信心做一粒介在中就可以移山了 我要叫你得仁如得虞一样 神就会赐给我们能力 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 并且要做彼此更大的事 你发觉耶稣是用很多应许 去鼓励我们的 而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会一定亲近一定回应 祂就会叫我们结出果子了 当基督徒在这种的心态之下 是会轻散跟从神 祂知道祂应该要亲近神 遵从神 应该做这些一切 但是呢 祂的心态就不像 我要做我要做 不是一种压力之下做 是祂乐意去做 欢喜去做 祂知道祂做的时候 神会欢喜的 大家能否拿到这两种分别 有没有其他人想回应 就是说这两种的心态 其实我可以说是不容易进入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了在律法之下 就是我也想听一下有没有人呢 你真的听了我的教导之后呢 现在呢 你每天都是一种平安喜乐 一做什么事 適合神的心态 就立即说神现在很欢喜了 好神起愿是不难的 所以耶稣用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节都不能不得上节 就是耶稣是用各样的方法 鼓励我们 激励我们去遵从神 是用恩典推动的 我们就算一杯凉水 神都一定记念的 我分享一点点 就是因为我以前未上 就是未看《轻松德性》 未上《严慕斯》那些课 我觉得侍奉呢 是有点吃力的 在教会侍奉 因为我的侍奉呢 是要每个星期日都要做的 所以有时候呢 做那时候 初初的时候就说 适应一下啦 慢慢来啦 做熟了会好些啦 那怎知道呢 做一做下就 就是越来越吃力呢 就有阿牧师 刚才所说的那种 压力责任啦 就是说 你现在侍奉你不要啊 不要拿教啊 别人替你很辛苦 就是很事务性的 做了很事务性的 做了很事务性的 有压力有责任的 但是后来呢 就知道神是爱 是恩典 就反过来看 神给你侍奉呢 其实是一个机会 你去爱神 用了这样 就是你去侍奉爱神 回应神对你的爱 对神那么疼我 给了那么多东西 给了那么多 机会我学习 那我去侍奉他 其实就是因为神爱我 我回应神 就不是说 不够人手 你来教两堂 就不是这些 那么慢慢呢 那个心情就好很多了 就没有那么厌惑啊 什么那些那样了 那再侍奉下去的时候呢 就遇到有些人批评啦 肯定有的 又说你 知阿座 就是说很多负面的那些 就是人肯定有错漏的 有些人就不包容的 很不给情面的 又落入一个 好像吃力不讨好的那些 又试过跌下去那些 心谷里面 但是现在又听回 又有些这样的教导 神是充满爱的 你是乐意去侍奉神的 你侍奉神 神就开心了 那么这几句说话呢 就又将我拉回来 去爱神 去侍奉神 就不要看隔壁那些说什么 人家叫你做什么 不是这些 总之我是用心做 去侍奉我的神 那神就开心 那就整天 将这几句在他心里面说 令到自己 那个侍奉就向神 就是这样 OK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真是 你拿到这个意思 非常好 就是说 真是人的本性 是很容易是 指责和被人压力的 亦都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们都是很容易 会指责自己 指责人 给自己和被人压力 但是当我们看到 神原来因为我们 欢恩喜乐 而愿怀 因为我们喜乐而欢呼 他会开心到会欢呼 他很开心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 很乐意去做 我知道圣经 吩咐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知道 律法 圣经是有吩咐的 这些是知道 是对的 不是错的 我不是告诉大家 不要紧 你做到多少 我也是这样说 做到多少 但我会尽力做到 神所吩咐一切 我们做得不够好 那时候我们就求主赦免 我们就知道 神一定赦免 我们知道 神一定欢喜 我们去努力遵从祂 祂 祂就会很欢喜的 所以我传了一个 欢喜的心 但是我的目标 是全然的 遵从神 因为我任何地方 不遵从神 都会带来破坏性的 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 我并没有说到 最不要紧的 我并没有说到 我们跟从神 只是跟一部分 我是说 全面性跟从神 整个生命 就没有破口了 但是如果一个人 跟从神 只是跟从一部分 而他有很多部分 没有跟从神 他是会有破口 他生命里面 没有破口 他就会 他自己被魔鬼留地步 就会带来 他生命中的破坏 OK 好 因为这个观念 实际上 不是那么多人 那么容易有的 所以我想听一下 你们说一下 你们在这方面 譬如有没有移民 你想了解更多 或者你的分享 就是你的询问 就是 很重要 我们能分辨到 我不是说 任得我们 遵不遵从 我是说 我们是有责任的遵从 但是责任 就不是很辛苦的责任 而是我知道我一遵从神 神就很欢喜了 所以我很乐意去遵从神 是很开心的 我们都知道神会欣赏 和神会给一切的资源 祂会给我们智慧聪明 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全面性的去遵从祂 OK 还有没有人有 有啊 杨牧师 我想问一下 有啊 杨牧师 你先说一下 等一下先 第一个先说一下 因为谁先开心 第二个就安静 先第一个开心 这种感受呢 我觉得好像不想听了 知道是让人争手 让人做 就是那种感受呢 会淡化 想到自己以前 点点啊 人家点点讲 我害怕了 我都有些好像 好像不敢面对 和逃避那个身 逃避什么 逃避什么 逃避 比如说 人家说 哎呀呀呀 好像类法 刚才呢 叶牧师 你讲是类法 和因典的分别 律法 就是 和因典的分别 是啊 因为我呢 以前呢 就是很多 就是听到太多的类法 可能是压力 一做不到 律法 是的 给自己压力 好像你不做 神 我选过是陈化 我或者怎么样 我是 不喜欢听这些 就是会呢 譬如说 人家有时呢 有些弟兄姐妹 发出来 信息 信息 就是说信息 我都听到呢 哇 又会想到呢 就是之前那些画面呢 人家讲那些东西呢 就是很敏感 又弹出来 就是好像对这个类法呢 是很敏感的 知道你真是找不到 或者怎么样 怎么样 甚至会点点 就是 那些人 就是自己很缩曲 很不敢往前呢 就是想逃避 就是想到这些画面呢 就是这些是 可能我是有这种的感受啊 不知道怎么往前呢 有时候我都 打登呢 就是 看到有些 譬如说花的那些 分享啊 有些不好 那些有些不舒服啊 那里边呢 我就不想看了 就是碰到那个位置 我就有这些问题了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呢 你看啊 如果 怎么处理呢 嗯 那问题就是 是不是有些人的说话 令到你觉得 好像活在 就是给你一种压力啊 律法的压力啊 令到你觉得辛苦啊 OK 是啊 那当我们在这种 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确实了 他给我律法的压力 我不需要受下这个压力啊 就是我们从自己去鼓励自己 譬如说有人说 你做得不够好 那我跟他的交往 我可以说 我会尽力做好的 但是我没有受下他的那句话 那种压力感 就是当我们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我们立刻求神 神是很欢喜 整个天堂都很欢喜的 我们就不要受落那些人 给我们那种压力 他说什么都好 我只要我尽力去做 我就知道神欢喜了 那我刚才说到 我们全面性遵从神 譬如我们真的没做到 我们都悔改 求主赦免 我们知道神一定 欢喜我们悔改 真心悔改 我们就憎恨罪 那可能那些罪都会走出来 但是我们尽快去处理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进步 那我们一进步 我们就感谢神 一有软弱 立刻求主赦免 神就欢喜了 那我跟着就 再处理 就是处理 离开那个罪 那我就不受那个压力了 那有人要说 我们做得不够好 那我们都可以承认的 是我做得不够好 我尝试 我尽量努力 那我们就学着 不让祂说话影响 那心里面就说 神现在 其实我都是尽力去改的 神是欢喜的 我不需要受落 祂那种压迫感 或者祂的批判性 祂的伤害 不需要受落 你懂得到我的意思吗 我不需要受落 我自己和自己化解 明白 就是 流远一点 我现在做不到 承认我自己做不到 是 做不到 流远一点的意思 另外的意思就是 其实是 我也都保护自己 如果有人在我们周围 事事去批判我们 是 执责我们的 我们都承认我们 做得不够好 那我会尽力努力的 而我们自己都调教内心 就是 我当我悔改 神就会欢喜了 我开始遵从 神就会欢喜了 那我也都可以去引导 那个人的 就是 圣经是有讲到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为他欢喜 而且当我们就算 给了一杯凉水 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能上智 就是神都会很欢喜的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 而我们尽力去做好 千万不要说 给一杯凉水够了 那我一天做 只是做一件事 就给了一杯凉水 其他我不做 就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们真是 争取机会去做 我知道我做 神一定会欢喜的 有一种 欢喜的心去做 但不是说 我做一件事 就算我会继续努力去做 但我不受落 那些人批判的说话 和批判的眼光 批判的态度 我不会吃他这些东西 就算他挖住我也好 好了 那我会 就是我会 不受落他的 这个伤害 而我就说 我会处理的 也都我深信 当我 真是处理 真是改善 神是一定欢喜的 我就算有些 做得这么好 我一悔改 神就欢喜了 很多人就是没有这种心 他经常都说 你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要令到你不开心 或者神现在不喜欢你了 就是他就会转去 神不喜欢你 但是圣经是说 一个罪人悔改 你总之知道自己有罪 就悔改 悔改 神就欢喜了 但是我们知道罪的破坏性 我们就尽快处理 就不是说 神欢喜 那我就停在那 又不是 我们知道罪的破坏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憎恨罪 和处理罪 但是这个心态是说 我一处理罪 神就欢喜了 就是 我这种心态 对于做错事 或者做得不够 就是说 我一悔改 神就喜欢你 我一遵从神 神就喜欢你了 所以我一开始一步步遵从神 神就很喜悦了 这种心态 但是另外一种 律法的心态就是说 你做了做了 做得不够好 你不行的了 你永远都不会成长的了 你都是没什么用的了 在天国里面 你做不了什么事的了 那这种是一种 批判性的说话 批判人来去激励 激励人去做事 比如有些人骂子 有叉烧比生理 就是说你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就是有些人觉得这样骂人 就会改变人 其实这个方法 只是令到人更加灰心 OK 我又没有回答了你 我回答了 还有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等人先 刚刚才有个姐妹想说话 你先爬过她 那个另一个姐妹先说 然后你再说 然后你第二件事先让她先说 先那个姐妹说 刚才我想问 其实有时候有些事情 只是自己做得不对 尤其是在侍奉里面 其实侍奉的领域很大 有时候是一些处事的手法 有时候是一些心态 有时候可能是一些日制关系 那些东西 很多层面 有时候可能我处理那件事 很多争论 就导致那个关系不好 那跟着呢 就自己的侍奉的心态都受影响 那就落入一个不太愉快的光景 我想问 如果这一个 这一连串的东西呢 是不是都是去回答 我侍奉 神就欢喜 还是要怎么拆解呢 就是一连串的东西 这个拆解呢 是任何地方发现有问题都拆解 比如说 他说负面的说话 我受影响 这个我要拆解 因为我不拆解 我就继续 是一种负面的心态来侍奉 那我就会 失去起朗 失去力量 但有很多人就以为 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其实不是有效的 耶稣不是用这种方法 耶稣不是说 你没有做 你就没有用了 你给你看看 你这些否刑 我三次你真的没什么用了 耶稣不是用这种方法 耶稣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要经过你的弟兄 耶稣是 就是说 我已经为你祈祷了 你不用担心 你都听我的话 遵从我 就是我有我恩典托着你 就是圣经很多用恩典推动 和应许 很多应许推动我们 所以我们第一 人家批判我们 令到我们不舒服 我们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 我们不要受落 好了 而受落 不受落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心态 已经说过 不过我再重复说 就是说 我有做错 我会认错 向他认错 我和我求主赦免 我会尝试改变 那你也告诉自己 我做任何一步向着神的 就是真心去改变的 神都会欢喜的 真心是奉 神都会欢喜的 我就鼓励自己欢喜了 好了 但是那个人持续 都是用一个负面的方法 去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 和他有沟通的 就是同工 如果他不知道 这种 律法的说话 批判性的说话 那种破坏性 那我们需要用 有智慧 如果说到这个 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怎样说法 就是我们需要 也都写好的文件 给他看到 就是我说了很多 那些内容 都说到 一个罪人悔改 神都为我们欢喜了 我们 就算一杯凉水 去侍奉神 神都欢喜了 我们爱神 神又会祝福了 所以圣经是用很多正面的说话 去鼓励人 圣经有警告提醒 但是 圣经是恩典和应许推动的 那我们都可以 就是 尽量用恩典推动 而不是 律法或者批判来推动 让我们侍奉的时候 同心 那我们就去察觉分辨 到底 那些人 能不能够 改变到 处理到 那我们 有时候有些人 他真的改变不到 我们只能够接受 他是这样的 我真的改变不到 那我们一起 合作侍奉 我们就 就是 不跟他 说那么多 反应他的说话 就只是 我们尽量 我们自己有喜乐平安 有智慧地 我们说一些 说话 就是说 我们努力去做 神一定会欢喜的 所以我们可以开心事奉的 我们不用 只是看着 我们做不够好的地方 那 看看他接不接受 那首先 我们自己改变 那求神 给我们聪明智慧 如何处理 这个 不处理到 就需要 turn off 他们说的话 就是关了 他 他说的话 我不要当作一件 就是不要上心 他在那里 我批判 我不用上心 因为我要决意 不让他伤害我 但是我不用说 他 你现在很伤害我的 我又不用这么批判他 我只是说 我们一做 遵从神 神就欢喜 将这种的文化 这个圣经的文化 灌输入去 我们侍奉的群体 是 好了 先刚才 另一个姐妹 可以问回你想问的问题 哦 麻烦 我想问 比如说 还有一种 是 他是按住 按住 圣经的真理 我都没做得到 他 翻开圣经给我看 叫我回去 讀 好像主要 又分别出来 不可以做自己的私事 是啊 又分别出来 主要 就是没有自己操作 就是为 业务 和喜乐 分别出来主要 但是呢 我呢 去了夜幕之国 到两点至四点 我又想听 想装备 在生命得到建议 我觉得是很好的嘛 很多事情都是 借助夜幕之后 很多我都在里面 都是在那边 幫助我处理 但是 我上次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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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那个牧姐 就是说了这件事 所以他意思是说 把这个经文呢 又分别出来 他问我讀 有多厉害 我没有正面的回答 他也有多厉害 他也有多厉害 多厉害啊 是不是有多厉害啊 是不是有多厉害啊 不是 真是 不好意思啊 我讲广东话 讲得不好 我用过语 就是说 他读 你还有多长时间 才读完这个过程 我呢 我呢 我没有正面的回答 其实我心里想呢 我交了给主 主知道我的状况 我的灵魅 或者其他地方要处理 是的 是的 我不想呢 就是 哇 要读了多厉害 才回到主组 多厉害 多厉害 是的 是的 你主要的压力是什么 你说的压力是什么 主要的压力呢 就是 意思是说 和我 就是小组呢 就是12点半到1点开始 我都要去你那里 还有呢 我2点 4点呢 去你那里 就是想分别这个时间 变成牧者知道了 我是 就是小组 没有回去 教会小组 开小组 就是没有分别出来 这个呢 没有回小组 不代表没有分别出来 其实是 就是你对于那个教会的委身 这个是一个 啊 委身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啊 有些人就认为呢 就是 就是 你 参加一个教会 你应该 全面性的参加 那有些人就 认为 就是说 我们都有自由 在哪里不同地方学习 那到底 小组 参不参加呢 这个是 就是 可以有些人说 这个是 我参加这个教会 我必然是 应该参加的 但是这个 也可以是有自由的 就是 小组 不是全个教会的人 都参加小组的 那这个是 在乎我们那个 不过 对于 对于教会的委身 去问神 神啊 你想我怎样委身这个教会呢 有些人就会说 你不要跟外面的去学习了 你只是参加我们的小组 那 或者是 你参加小组 你才去吧 那 那这些都是可以的可能性 那 这个呢 我想是 你需要去 问神 去分辨 到底你应该怎么样 是对你的灵命最大的帮助 因为 也有时 因为教会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你是属于这个教会的 所以你要跟上这个教会的方式 那 我自己就觉得呢 我是跟整个 全世界的教会 这个 神的教会 不一定是 这个教会 他要我做什么 是因为我有自由 我可以怎样 要参加一个教会 我可以参加小组 都不参加小组 那这个我觉得是 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自由 因为你的教会都不会 每个人都参加小组 那这个是你的自由 去参加多少 那这个你 问神 和你去思考 在这个教会的投入 你想参与多少 这个是 我个别再跟你谈 这个就 我都不需要受落 因为他说 你没有参加 所以你没有分别为性 因为你学习都可以分别为性 就是 不是你学习 你不是 不是跟世界 我们都是 就是 毁身跟从神 那这个是我们的选择 那这个是我们的选择 那牧师 是 我想回应 因为其实就是 第一个出声 其实是 我和北国大娘 我跟着这些 我想有个回应就是 我们是神的儿女 也都是神的福人 我们是要委屈 我们尽心断义 尽性尽力的侍奉神 但是 要记住一件事 我们不是 某一个堂会的奴隸 我们不是熟某一个堂会的 我都是熟神的 我也是熟神的 另外我其实想回应之前 跳到之前你所说的那裡 我以前是很喜欢做leader的 整天想博表演 想做组长 跟着甚至乎 希望什么时候 可以做到长老 但是 最近 其实慢慢的 被我经历到 是 有一个团体 另外一间教会 叫Oba 叫我做团长 但是我是 declined了 就是 在那个心态上的改变 我发觉就是 你做的事情 是根神的旨意 或者是根人的旨意 根人的意思 那裡你自己要很清晰分别 我感谢神 其實是 牧师真的 我不是要去高举你 而是真的 我认识你之后 我当然有其他不同方面 在教会也都参加培訓 但是 是真的看到 被聖灵充满 和只是说被聖灵充满 是有很大的分别的 好 多谢你分享 我都想补充一点 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的训练 都是想我们大家 去祝福我们的教会 就是我不是好像 想把你们拿走 离开你的教会 那你就问神 我怎样去祝福教会 参加聚会 是一个我们的参与 那当然参与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祝福那些 参与的人的组员 但是 我觉得真正的祝福教会 是真的在教会 建立人的灵命 在教会 比如向人全福音 带他们去信耶稣 或者带一些人去参加教会 将教会那个灵命 那个力量 那个侍奉的能力提升 这个是我的侍奉 课程的目的来的 就是我都希望你们在教会 发挥作用 那这个是 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去问神 我怎样可以影响这个教会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去分辨 但是影响教会和参加聚会 是两样东西来的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 他就想我们 参加不同的聚会 都参加 但是参加聚会 是不是一定是我们 在祝福人呢 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 但是 是不是需要参加所有的聚会 这个是我们判断 我们参加多少聚会 和我们能够有多少去祝福人 我觉得 因为神将来审判我们 就不是我们参加多少聚会 是我们有多少去给神 我们忠心侍奉神 OK 好 那我们一时间都已经硬了 所以我们应该停了 还有没有重要的问题想回答 就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有关 因为今天的主题所说 就是神会因我们开心到欢呼 那当然 有个意思 传重全本性 就是那些爱神 遵从神的人 神是因为他而很欢呼的 所以我们遵从神 神是很喜欢的 我们亲近的 他很喜欢的 所以我们可以活得喜乐平安 有没有人有重要的问题想问 关于这方面的 OK 如果没有我们祈祷结束 求主带领我们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求主祝福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这些的训练 是兴起人去侍奉神 兴起人去解释圣经 去带领人去明白圣经 去查考圣经 从圣经发掘出真理 去帮助人全面性的遵从神 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神那种本质 就是神是喜乐的神 神是充满爱的神 神也是因为我们而喜乐 就是说我们遵从祂 我们爱祂 我们侍奉祂 是叫祂更加喜乐的 祂更加因为我们而开心的 我们就乐意去侍奉神 乐意去讨神的喜悦 令到神更加欢喜 求主帮助我们 整个生命毁伸给神 但同时我们都不在压力之下 是我们乐意侍奉神 我们做任何事 合乎神 心愿神都喜欢的 神一定纪念 神一定赏赐 所以我们可以侍奉的时候 是带着喜乐的心 带着平安的心 不是有压力之下的 如果有人给我们压力的时候 我们都求主 侍奉我们智慧 不要受到他们的伤害 还有我们求主 侍奉我们智慧 如何柔和地去慢慢影响他们 改变他们 让他们都活在恩典之下 不是活在律法之下 因为都有相当多的基督徒 是在律法之下生活 常常都是觉得 要做多少事 做多少事 整天都是一种压力之下 永远不会因为自己做的而欢喜 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做的而不开心 只是看到不好的地方 就时时都是不开心的 但是神是想我们开心的 因为我们就算一杯凉水 神都欢喜了 我们帮一个小子 神都欢喜了 所以我们任何的事奉 我们真心去做 神都欢喜 而我们有做错 做得不够好 我们就求主赦免 神有欢喜的 所以我们可以 时时都在一个 欢喜的状态生活 我们都全面性跟从神 全面性处理生命 处理我们里面 有任何的不好的地方 处理我们里面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任何懒惰 没有尽心爱神 没有尽心侍奉神 都求主赦免我们 求主提升我们的生命 也都求主赐免爱智慧 如何祝福我们的教会 因为神都是喜悦教会的 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熟灵的力量 去影响教会 让教会都能够更新 被你改变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力充满慈爱 充满恩典 感谢天父 荣耀 重赞归给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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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